海拔5300米的西部高原 新疆军区某师原本9月就满负一期的老兵 因助训任务将退伍时间推迟到了年底 助训任务仍在继续 老兵们也在高原站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 以战斗的姿态告别军旅生涯 这是这个部队正在进行的阶段性考核 对于极枪退伍的老兵黎峰来说 这次考核意义非凡 我能够在海拔5300米的站位上 坚守到最后一秒 我想这是对我16年经历生涯中最大的肯定 入伍16年来 黎峰在自己的站位上苦练经验 雷达车的每一个部件他都了如指掌 即将离开部队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多年的经验传授给战友们 我将会把我所学所传递给每一名战友 让他们在今后的经历生活中走得更远 喀拉昆仑山下 退伍老兵整齐列队 将战车交接给新任炮兵班长 演训场上 老兵们庄严巡视 铿腔誓言 响彻高远 保守兵力 摘下军衔的那一刻 心中有很多的不舍 在这个英雄的团队 八年几率生涯 经历了很多大项任务 感谢组织给予我的培养 我也将初心不改 本色不变 退伍不退色 若有战 赵立伟 不变 不变 不变